抗亚大香港主义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今天第三次的《大香港早晨》 我本集中就跟大家谈到一些即場的話題 你知道我們很喜歡人來 你不能跟她的 哈哈哈 我們就是打算說一些不值得有份工作的人 就是在外國的不值得有份工作的人 我們之前也說了很多香港不值得有份工作的人 我們就說說一些在外國不值得有份工作的人 就是很令人羨慕 這些人應該全部都被AI或機械人取代 就是說其實是兩宗新聞來的 其中就是這個Amazon Amazon在疫情期間之前是在家工作的 但是近日發出一個通知 就要求員工在5月1日開始 每星期最少有三天要回去辦公室工作 就引來員工的不滿 然後他們就抗議 就發起這個向內部網站發送垃圾郵件的一個工業運動 就表達對新政策的反對 他們也都要針對這個行政總裁 建立一個群組 儲了一份內部請願信 促請Amazon的管理層撤回這個取消work from home的決定 接著就說截到上個星期二 而就有萬六個員工加入了群組 也都有五千個員工簽署了請願書 而他們全部是實名的留言 所以這些留言是有寫了他們的員工姓名和職位 不怕殺錯人 我根本猜你同一個職位很少有一樣的名字的人 我猜 這群人都拆了名字 然後又會說如果你解僱他們就是針對他們的 然後就可能會發起工業行動 是啊 接著就說他們有一個對於不滿又反對 在說在未有數據支持之下 你既然強迫員工回辦公室 已經有明確證據表明 這個對員工來說是錯誤的決定 同時反映出Amazon未能夠成功做到全球最佳僱主 因為原本Amazon被聲稱為 Earth's Best Employer 那他現在就覺得員工對Amazon失望 你看看他們死鬼佬多不懂得感恩 人家做了那麼久最佳僱主 現在不是最佳 現在可能做第二階這樣你就吵架他 他覺得他們作為最佳僱主 你當然是應該給我不用做出薪給我了 是啊 你真是一群丁蟹來的 你說人為到底啊 他說最佳僱主啊 要我上班 要我上班也要最佳僱主啊 為什麼要我上班呢 然後就說呢 令到他們很措手不及 而且有很多人覺得很沮喪 是啊 我也不打算上班 我打算在那裏做個主管出糧 上班最重要是出糧 我打算出糧 你現在要我上班 搞錯啊 是啊 我主要是想出糧 我沒有說想上班 是啊 搞錯 日市最乖僱主 是啊 他們有什麼原因呢 然後就是所謂的原因 什麼原因來的 例如就說 我們有連邁的父母或者年幼的子女 需要去找人照顧啊 我在想 那你之前要上班的時候是怎樣的呢 之前要上班的時候就等連邁的父母照顧年幼的子女 那現在都可以回復這件事 是啊 他說得好像其他人沒有那樣 那些小朋友可能每個都有啊 連邁的父母應該很多人都有啊 是啊 有些人拿來賣小強 你看看我老母八十幾歲的人 還要在照顧我 多辛苦啊 哈哈哈哈 然後又有說本來有部分員工為了 就是之前很多 因為其實已經很多人 尤其是工作從家了那麼久 其實很多人是搬去那些很遠的地方 這樣想著就繼續去工作從家 是啊 他們是不打算搬回去上班的地方的 我以為我下半生都是在夏威夷那裡過的嘛 哈哈哈哈 我以為我搬回去怎麽辦 我以為以後上班都是在那海邊 在沙灘那邊打電腦 喝著一杯咖啡打電腦 是啊 原來以為在泰國那裡每個月就可以 塗了一杯咖啡打電腦 哇 哇 真的是討皇帝呀 如果在鬥香港份量 這泰國已經是討皇帝 鬥美國那個份量真的 還不是皇帝一樣的享受啊 神經病 哇 真的 你在那裡 你可以在那裡建皇宮 接着之後有幾個宮女給你 是啊 入屋的宮女 是啊 我那天在玩遠這條女 換個另一個 哈哈哈哈 好 上班 看看哪个女儿先在桌底 是 厉害 土豪吸的享受 然后他就说我们已经很多人搬去这个租金比较便宜的地方居住了 然后我们现在 你不是要逼我返回一个近办公室的地方 然后另一个员工又很好笑 说最近租了一辆车 因为那些租车呢 在美国有些租车是可以和你计租金比较租的 然后他就说我最近租了一辆每年可以行16,000公斤的汽车 但是如果一个星期要回三天工的话 我的16,000公斤就不够用了 租多一辆了 他觉得要他贵一点 上班要贵一点 我很想知道这些人究竟你上班之前是 不是 疫情之前你是怎么上班了 疫情之前 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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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他们应该知道是一个叫做应对疫情的一个政策而已 就是他想着永远地 疫情是永远的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那你感冒不会完的 你不会突然在我们战症感冒不会的嘛 是啊 是啊 那些鬼都很精神的 真的 你真的不要以为他当他是主席 他不知是多精神 他一早想好了 哇 我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有这个work from home政策 那个work from home是work的话 那我就可以维持到永远了 那你没理由突然之间这个世界没有网络的嘛 那你这个世界有网络 我就能上班了 那我就可以永远就都是靠着网络来上班了 我不需要重复了 哈哈哈 他是这样想的 是啊 今年真的就开始去 你不喜欢这样 很坏地说 你不喜欢就不要做了 哦 你觉得你住那头的租金便宜一点 你就在你那头那里找份工咯 那你又不维护我们工人的权益了 那你这个就是资本家在剥削我们的小资解枯 哈哈哈 然后说你请 比如我们拓协工业行动 请不到人照顾你连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 那你就留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咯 啊 啊 啊 你就留在家里不要上班了 就是 究竟他们知道 而且说真的 如果你正在上班的时候 我明白你家里怎么都要有人看着 可能你的小孩这样的样子 但是你上班也是应该在那里做事的 还是其实你平时一直工作从家的时候 你没有人做过事 你只是由早到晚都要照顾那些小孩 然后没有人做过事的 我理解不了的 就是这些他们所谓的反对要回到办公室的理由 就是除了他的利益是多了之外 就是可能便宜了 便宜了 便宜了 便宜了便宜了 因为我知道疫情期间是很多人卖了一辆车的 因为不用 就是可能因为通常很多人在美国可能家里一家人可能会有两三架车这样 可能会有两三架车这样 可能之前的疫情期间是卖了一些车的 但是其实真的会有回复正常的一天的世界 而那些人就 我真的觉得那些人虽然太聪明了 他还不是匿名 如果是这样我会觉得 既然你不想回 如果我要财 或者我要找一些理由去减少人手 开完截楼的话 我就很清晰知道 开完截楼 截了哪些人 美国那些人 好像大陆人 就这么说 他们自私起来都很夸张 我要用力奉空 我要用力奉空 我就用力奉空 这些雇主 你这些大财主 上班一定赚的 我们这些 劳动阶层就经常被你剝削 对不对 一个月给十几点 他都觉得你剝削他 对啊对啊对啊 你做生意 你这些business man 说他就赚很多钱 在剝削我们这些人 对不对 说到做生意必赚 蝕钱就是你按钩 蝕钱就是你按钩 做生意是必赚的 对不对 因为剝削了他们的劳动者 所以你就赚钱 对啊对啊 你剝削完 我们的劳动者 你都不赚钱 就是你按钩 对啊对啊 你做生意没有风险的 做生意一定赚 除了你按钩 对啦 哈哈哈哈 你只要不蝕钱 你就赚钱 真是英雄 很厲害 他們又不看那個時勢 當然我想美國人有點難的 以他們的智商 你又不看那個時勢 這個就是當全球開始有少少蕭條的跡象 通脹那麼厲害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真的很不珍惜他們自己的工作 還有Amazon 我想人工都不差 Amazon人工很高 神經病 是呀 尤其是他們的死鬼佬 你們想像一下那幫人 那幫人只懂英文 你跟他們說國際局勢形勢不好 他們怎知道 他們每天都看CNN 他們的世界只有美國本土 是呀 是呀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地球是平和澳洲是不存在的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跟著之後天天就在那看那些 啊 資本家剝削我們啊 上年Amazon呢 依然很賺這麼多錢 啊 他賺了這麼多錢 居然還要我上班啊 你說多離土 哈哈 賺了這麼多錢 應該是靜派錢給我不用做事了 神經病 是啊 有什麼理由他賺這麼多錢還要我上班 哇 你看Amazon那些司機 他一天要上班十個小時啊 哇 多辛苦啊 哈哈 他又不想看他那個司機出 不知道什麼 六萬 八萬糧 他又不看的啊 不是 而且好像Amazon Warehouse好像那個工作環境是差的 但是好像司機就沒有什麼說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不是 司機之前也有些投訴啊 因為... 哇 駕駛到糟糕了 駛到糟糕了 駛到糟糕了 是啊 駛到糟糕了 連吃東西都要在車子那樣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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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月薪有十皮 這個有沒有提到的啊 沒有 因為現在是講Amazon那些辦公室那些僱員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些不值得有功賺的人 另外其實還有一個新聞就是 都是講這個職場的 有關職場的事啦 因為其實英國就反而沒有那麼多 之前也沒有那麼多什麼東西 工作從家那些 我可能 至少英國也沒有那麼大的一個地方 好像你說春州過省 去第二個城市的工作這樣 是 還有你英國大城市只有幾個而已嘛 我也是 美國的大城市有幾個 還有它分到那麼散 是 美國真的大了很多 是啊 是啊 你原本是在紐約上班要搬去 上班上班當然是很困難 但是如果原本你倫敦上班轉去萬城上班 其實也不是那麼困難而已 是 開車兩三個小時啦 我意思是你搬去很困難而已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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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美國搬去 哇 你那個距離遠度呢 你是從西岸去東岸開車要三天的 是啊 那你那個搬遷你真是移民的級數的嘛 但是你其他地方 你沒有那麼大的國家的時候 那就會不同啦 所以他們就沒有那麼多那些 說投訴什麼東西 取消Work from Home之類的東西 他們也都沒有那麼多關於Work from Home的新聞 但是去年英國就有60家人 其實之前我們有講過這個新聞的了 那就是有60家企業就試行四天工作制的 那就做了半年這樣 那就大部分僱主都認為可以維持到之前的生產力 那員工都有Work life balance 然後就說少了人員流失和病假減少的 那所以這60家公司就有九成公司就決定維持四天工作 那他們普遍都是認為有正面影響 包括了一些公司 就是他主要 可能因為原本那些員工 因為他其中一件最主要的事情是說 員工的缺貪是大減三分二的 原本那些人經常都沒回來的 他們原本都是四天工作宙 他們之前都是自製的四天工作宙 我們翻少了一天工之後 員工每個禮拜射波少了一天 是的 哈哈哈哈 我是 是的 我看那個我明白到那個意思是這樣的 就是由自製的四天工作宙 自製長期間就變成了算了 有夠你他容許你 可能在公司角度沒那麼生氣 可能是因為上司提高了生產力 不用人在追求別人上班 我也是 上司也沒有那麼大壓力 有那麼多人不上班 可能到星期五有半個辦公室忘記了 肯定不會 然後自己提早放半天 我可以在我們學校的環境都可以預測到別人上班 你肯定星期五是提早放半天的 然後星期一肯定是遲到的 不用說 哈哈 這些是必然的 我覺得應該比美國好一點的 應該是的 應該是的 但是人都是懶的 我都不知道世界有很多人很勤力 肯定又是跟你說 昨晚喝酒喝到好東西 所以工作遲到了 然後上司又可以爆血管 你自己去玩個狗子 哈哈哈哈 這個不是病假的原因 他們會這樣說的 你們的宿罪不是病假的原因 哈哈哈哈 會的 會這樣說的 會的 所以現在人員流失就減少了 自從這個四天工作之後 因為你現在只有60間公司試行 那的確可能比較難找到另一份工作 都是四天工作的 哈哈哈哈 所以就減少了人員流失了 因為他們去其他地方 沒有辦法四天工作了 是啊 我也想找到一份工作四天 是啊 我也想的 然後照聘也更加容易 當然了 其他地方要回到你那裡回到四天 哈哈 一定是的 是真的 是啊 我也自己想 就是說有些高層原本以為 如果要逼他們在短一點時間 完成工作會帶來壓力 但是反而原來他們更加開心 願意為了多一天假而勤力一點 那就是證明了原本的事情 的而且我們都知道 很多工作其實你是拖來做的 就是你沒有 哈哈哈哈 尤其那些叫做 較為逆的國家 這些工作你都是 你不是說香港那種很急促的那種 可能 by project的工作 你是一定要死 死都死定他 他們可能很多工作都是 沒有需要說什麼死都死定他 那是可以拖慢一點來做的 是啊 他們原本的事情拖到幾倍這麼慢的 是啊 你明白他們禮拜五有半天不做的 禮拜一有半天不做的 本來他就有一天是不做事的了 本來 哈哈 那你只不過那些時間他正式休息了 而且根本他們做事是特意拖慢來做的 是啊 好像我們有一些聽眾移民了去英國 然後接受了某些其他人的工作 然後被他上司發現 咦 為什麼人手少了 你剛才做 做得快幾倍 然後他就唯有 哈哈哈哈是嗎 哈哈哈哈 那你難道跟他說 嘩 你那些死鬼佬就是好男人 難道這樣說嗎 但是大家知道實情是這樣的 是啊 是啊 所以你說翻少了都做到一樣的事情 分不知做得更快 我覺得是會的 是不是 你翻少了他都不好意思再拖這麼慢 是 你始終都要做的那些事情 只不過你之前你可以拖慢些 我現在輕輕的沒有這麼慢的做了它 是啊 是啊 你之前是 原本看了那個結尾 結尾之前你要做100個工作的這樣 那你的結尾由5日變成4日 他都是這樣做的 根本原本有些工作很小事 是啊 你原本你可能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是要回 20個電郵 那其實那些工作內容不是真的這麼辛苦 但是你不辛苦 那你拖慢些來做 然後有時候做做做做 你要不要喝咖啡啊 我們一起去買個咖啡回來先 那我們有個咖啡 break 那整天都是這樣 他們由早到晚都咖啡 break 是啊是啊 吃完早餐做一個小時的工作 做樣子 再吃早餐 是啊 然後再吃個早餐 吃第二個早餐 然後再做一個小時的工作 放午餐 然後回去做一個小時的工作 咖啡 break 我想說以前國泰很好景的時候 國泰的辦公室員工很多都是這樣的 因為你會無時無刻 你會理解不到為什麼 我們有一個大餐廳 我們有一個大餐廳 然後有兩三間小的咖啡的櫃 你是理解不到為什麼你可以由 就是上班辦公時間裡面 是有這麼多人純粹在這裡走 因為真的沒有東西做 喝咖啡啊 吃煙喝酒啊 你走出國泰裡面那個有個吃煙的平台那裡 你是無時無刻都是看到人頭湧湧開 長期都是happy hour 是啊 你要明白那些人已經是勤力上班的了 他有上班的了 是啊 他已經有上班的了 所以你想想一下在這個狀況之下 要四天工作當然是容易 長遠下去我覺得就會演變成三天工作的了 不是的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長遠下去的 現在就是說這61間企業有56間 就願意繼續維持四天工作的 這個還是一個試試 但是其中有中間有18間已經決定了永久推行 就是這樣了 那我覺得你下一步你試了可以減 上班的日數你下一步是可以減人手 可以減人手 人手的 人手和人工 是啊 你可以是請新的人回來的 你就給他一份四天的糧 就不需要給他一份五天的糧了 是啊 對啊 計算個比例 你養懶那些人呢 他們習慣了 他們都說 喂 其他地方呢 就算出高些人工 我都不會回五天工 那就是減人工都OK 對不對 最重要是你有活生平衡 是啊 然後之後你就可以再剪下去 再剪多一天 三天工作 然後剩下那些用AI取代了他 然後再剪多些人工 不是可以剪掉很多人都可以 因為現在他發現 其實真的發現原來是八成的時間 現在叫做剪時間 現在原來是八成的時間可以做到十成的工作 那會不會八成的人手都可以做到十成的工作呢 哈哈哈 跟著又開始試 還有現在有AI嘛 是啊 現在有AI可以做到很多東西的了 AI 然後他就發現原來有很多東西 已經不需要那個人手了 你長遠來說 你一定是 你一定會是AI那些 平衡過一個人手的 還有AI你知道他有做事的嘛 那人手你不可以時時看著他 去確認他有做事的 是啊 還有你想想當你請少點工作之後你又炒了一些人 炒了一些人之後就業市場變差 那接著那些人就更加便宜了 都是的的確因為 你好像之後這些公司可以說我只需要四天工作 但是都可能有等於其他工作的八成工作時間 但是也有其他工作的九成人工 可能沒有其他五天工作的十成人工那麼多 但是也有九成人工 但是你多了一天的價格是不是很划算呢 就可以從這個方向去剝削員工 減價 開完截漏 你相信我三天工作 然後全部人跟你說你做斜棟 你就有多些時間可以追求自己個人事業上更進一步 但是原本的工作是全職的 那你說不定你有其他更大的理想呢 說不定你的目標是想做一個音樂家呢 你就有多些時間可以追尋你的夢想 可能你的夢想就是做一個舞蹈員 音樂家 演員 那你就可以用你剩下的那幾個時間去追尋你的理想 那我們這一份工作是很順利的 只需要翻三天已經有四天的工資了 你說是不是值得做 然後他就說是呀是呀 然後就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然後原本你由一份全職的工作 就變成了一個半職的工作了 哇 那個僱主要死呀 是啊 那這些在世界大趨勢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是 不過當然我不會特別擔心我們香港人 因為我覺得我們香港人 懶極都是勤奮過這些鬼的 有很多箭底 是啊 就是這些時候是更加可以表現到自己的時候了 就是你更加是可以表現到自己的工作有勤力 比較穩定 沒那麼多釘 就是在這些這樣的情況有這些轉變的時候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表現給你上司看 究竟你有多能幹 比起其他的那些垃圾 是啊 所以我就覺得在現在這個狀況就 就是那些外國的就業市場一定會越來越差 是啊 在亞洲就會 起碼是那個步伐是會遲一點的 就是你想像一下 那你的AI當然是用英文的介面比較多的嘛 是不是呢 相對上 然後其實那些鬼佬是喜歡用這些 新潮東西的嘛特別地 反而就是可能 就是亞洲的話大家就會 就是傳統一些保守一些覺得這些東西 可以不可以的 行不行的 就是會反而就可能會其實是不是很慢一點的 相對上 嗯 你想像一下 就是譬如好像日本一樣 它還有一些公司是用4P的 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什麼叫4P 就是你角落頭的save按鈕 但是呢 然後它就是3D印了那麼大的 3D印了那麼大的 然後你就將它塞進電腦裡面 這樣就 可以獲取一些資料了 是啊 沒錯 你就可以save的下去 你當它可能USB手指那樣 是的 它就很大張SD卡這樣 很大塊的 很大塊的D印卡 裡面就有幾碼這樣啦大概 還有一些銀行是在用4P的 你想像一下 所以我就對於我們 我們就是亞洲地區那種 那種傳統保守我還覺得 就是還可以捱回一段長時間的 就是可能是 就是可能現在用的系統都可能 可能用開沒什麼不好變啊 可能還可以維持到一個長一點的時間 還有長過我們的壽命就夠了 因為不用太長而已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在外國生活的朋友就更加艱難 還有就是要學習一下怎樣去 但是我覺得在外國生活的香港人的話 都會變成競爭力就會比較明顯地覺得 雇主方面看就會覺得至少香港人勤力一點 就是那個優勢會有些優勢的 當養懶多些白人的時候 是啊 是啊 所以我們覺得 但是接下來你都可以預示到 當你有這麼多人是失業的時候 那整個經濟都會差 那都是會危險的 就是治安都會先差 那另一方面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在外面都要小心一點 所以趁著現在早一點 拿好一點的位置 賺多一點錢搬去安全地區 就是最好的 真的 是啊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好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我要 我要原來因為我剛剛一路沒有開視像 我看不到原來我有課金 多謝課金 我200元課金 我們稍後回來再說 好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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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